这名毒层碰到警察的时候也是心虚 一直很想落跑 所幸这一位女警察 她虽然身形非常娇小 但是身手非常的灵活 激紧 即使把她拦了下来 也在身上搜出了34克的安非他命 带着安全帽身材壮硕的中性男子 遭警方盘查 极力辩解没有藏匿东西 男子越说越激动 加上一脸心虚模样 原本一度配合警方拦查 没想到下一秒 慌乱中中性男子丢掉一包白色粉末 企图落跑 后方身材娇小的女警 健壮激灵压制对方 双方一阵扭打 最后成功将男子逮捕上铐 在他身上搜出安非他命 犯前一开始也是甲义配合我们盘查 但是他后来就是越来越慌张 就是眼神飘忽啊走来走去 都被抓到了为什么还要跑啊 中性毒犯有毒享毒品前科 25号凌晨准备犯毒 却半路狱警拦减 仗着自己身材壮硕 想力拼娇小女警 没想到反被制服 163公分的郭彩燕 遇上身高170公分 体重80公斤的嫌犯 却毫无畏惧 21岁的他5岁走失 被原警带回派出所 从此立志当警察 去年11月警专毕业 虽然身材娇小 伸手却相当矫健 多次成功围捕嫌犯 对比男原警丝毫不逊色 众受嫌犯万万没想到 竟会栽在娇小女警手上 郭彩燕的英勇行径 也让人不禁大赞 真的是经过不让须眉 警方伯峰 张美兹新媒讯报道